买买买 家里没有酱油了 不要买 到创世衣再炒 发现没有洗衣粉了 不要买 到创世衣再洗 甩蛇腰扭起来 Battle Battle 今晚发明后脱口就 精彩不打折 嘿C锐 大声告诉大伙 你是iPhone几代呀 建国你看着我吗 咱们那个台给厕所 全新手指 这我也我也听说了 新手指 台领导对咱们真好 什么台领导 那都王子健放的 啊 他他放干什么呀 他去年双十一买的 大折磨买多吧 放台给 不是 你买多了 你可以放着 那晚上也不过期 你拿着做贡献干啥呀 以后我就放着 这你就不懂 这不马上今年双十一 又要到了吗 他不把这手指放这 他怎么买新的手指啊 然后你会双十一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坐 谢谢大家 说实在的 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网购了 对不对 大家还没有尝试过 任何一次在网上买东西的人 把手举起来 我看一下 看看是谁 都买过东西啊 你在我们国家网上买过东西吗 Do you know 淘宝的com? Of course I have 我要淘宝 你有淘宝是吧 那就连老外都在网上买东西了 在我国 真的是啊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 双十一这个词 只要一出来 男人跟女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对他的看法 对吧 女人 双十一来临之前 一个月就禁狱了 我们说的是购买狱啊 什么都不买 我一个哥们 他老婆就是 双十一前一个月 从十月十一号 就啥都不买了 跟我那哥们愁坏了 家里没有酱油了 我酱油了 说老婆咱们买瓶酱油 不要买 我一个月就双十一了 到双十一再买 便宜 那咱们就不炒菜了吗 到双十一再炒 然后又过了几天 要洗衣服 发现没有洗衣粉了 老婆家里没有 不要买 不是 那不买 那不到双十一就不洗衣服了吗 到双十一再洗 然后又过了几天 家里米没有了 米没有了 老婆米没有了 不要买 到双十一再买 便宜 不是 那总得吃饭 饿着 当减肥 到双十一后再吃 这哥们当时就崩溃了 他就跟他老婆吵起来了 说老婆 你这样不对啊 不讲道理 这个没了 等一个月双十一再买 那我问你 如果卫生纸没了 我是不是双十一以后再擦呀 他老婆听完之后 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自从有了双十一 谁家手指用得完啊 还有人说了 不知道这些商家 是怎么样一种思想感情 对吧 双十一 光棍节 是吧 本来就是硬编出来一个节日 讽刺光棍的 对吧 本来应该是一个 很凄惨的节日嘛 结果你们还狂欢 你们那些异性恋 不对 你们那些 你们那些有女朋友的 有老婆的 结了婚的人 你们还在这一天购物 你们还狂欢 你们那些光棍于何地呀 让那些单身狗们怎么办呀 这样虐狗真的好吗 很多单身狗都有这样的质疑 对吧 但是在这里 作为一个已婚人士 我必须得说 你们这些光棍们 你们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 对吧 正所谓 总看贼吃肉 没见过贼爱揍 你不知道 这个一年有365天 也许我们这些已婚男人 只有在双十一这一天 才会见你们那些光棍吧 既然双十一马上就要来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 巨国疯狂的日子里面 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关于网购和打折的那些事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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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你的能量超过你 想象欢迎收看 油红牛卫生子功能 你聊独家冠名赞助 播出的九晚八六多个休 我是王子健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在正在收看电视的 各位电视观众 不要担心参与不了 节目的进程里面 拿出你们的手机 打开微信的摇一摇 摇电视功能 可以参与节目的 有奖直播话题讨论 一边吐槽我们节目 还一边有奖拿 如此有良心的节目 全中国也就只死一家 不愿意打开微信的朋友 也没关系 可以打开你的微博 爱着今晚八零后脱口球的 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 一边和我和淡淡建国 聊天一边看节目吧 其实我们说到网购 有了网购之后 我们真的买了很多 看上去有用 但是实际上 我们可能从来都不用的东西 为什么买呢 因为第一是便宜 第二是送货上门 对不对 我们没有任何时间上的 各种成本 我们就按下鼠标 钱就花出去了 对吧 想想可怕不可怕 所以现在网上 经常有那种鸡汤 来告诉大家 如何避免疯狂 无节制地在网上买东西 对吧 比如说有这样一句话叫 你在网上看上了什么东西 就把它加入到购物车里面 不要付款 过两天 你再打开购物车看看 如果你依旧还想要你再买 如果消费冲动退去之后 你看到他不想要了 你这个钱不是省下来了吗 但是这种方法 在双十一前是没有用的 对吧 去年的双十一 我记得 我老婆在双十一之前 看的东西听了我的 放在购物车里 不买单就在那等着 过了几天到了双十一 价格凑一下就掉下来了 对吧 那当时想都不想 对吧 一样买俩 你说他买点 我们刚才说的手指啊 对吧 卫生纸啊 湿色纸啊 面筋纸啊 买点这些 你存得住 有用的东西还行 消耗品吧 起码是 他买两个自拍杆 你们收得了吗 我就问他 我说老婆 你买两个自拍杆 什么意思呢 然后我老婆就问我 说老公 你见过我自拍的照片吗 我说我见过 我每天都看啊 打开朋友圈就是啊 可是你没见过 我自拍时候的样子 所以后来我老婆 还学会了一种 高大上的说法 两个自拍杆 两个手机 一张拍人像 一张拍人文 那真是受不了 对吧 淘宝这个东西 现在来讲 经常我们在网上 有句话叫什么 万能的淘宝 对吧 连淘宝网 自己找代言人 都找哆啦A梦 对不对 就好像什么东西 都掏得出来 那天我朋友就是 发现在淘宝上 居然还能代办签证 人家在旺旺上面 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 亲我们这里 可以办签证 美国的 日本的 韩国的 英国的 欧盟的 是英国的 不是申根国的 都可以办 等等等等 就开始说 然后我朋友就说 那我办一个美国的 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照片 还需要什么 这个证明 那个证明 这个证明 那个证明 大家打了一堆 然后我朋友说 这些资料呢 我不太全 我有的资料呢 有照片 就没了 像这个 收入证明 跟银行的 这个水单 我没有 你们这儿 能代办这个吗 淘宝的商家 当时 立刻就跟他说 亲 请记住 淘宝不是万能的 你这个没有 你怎么能在淘宝买呢 对不对 这个事在淘宝上 是办不了的 来 加个微信 私下说 不过我们说了 那么多双十一 不关今天说 我们去年的 双十一也说了 我们前年的 双十一也说了 我们每年 不是双十一的时候 也总在说 双十一的事 对吧 在这里就必须提醒 某位电视机前的观众 马老板 你从来没给过我们钱 但是每年到日子 我们就提醒 是吧 你就不能考虑 投资我们一点吗 是不是 得稍微地付一点费用 然后咱们一起变得更成功 不好吗 对不对 咱们可以双赢啊 对不对 这会儿又有朋友会说了 人家马老板 大忙人 那么忙 对不对 没事还得研究太极拳 对吧 还得研究金庸小说 还得研究变蛇 人家哪有时间 看你的节目呢 对吧 不过这位朋友 你也不用担心 马老板或许 我们正在播出的时候 他看不到我们的节目 但是我们有那么多人 会看我们的节目 对吧 在这里呼吁一下 网友朋友们 帮我at他 双十一 买东西 讲就是两个字 对吧 叫秒杀 无数人是十一月十号 深夜就在那等着 就看着电脑 右下角的那个时钟 变成0000 你的1111行动就开始了 对吧 然后就开始秒杀 但是经常抢不到东西 你家里网稍微慢一点 你想要的东西就没了 对吧 像王建国 这回就是在网上参加了一个 秒杀iPhone6s的一个活动 对吧 拿着自己的老手机 在那秒杀 由于手机也慢 网也慢 抢了半天没抢到 等真正刷进去的时候 发现这次活动已经结束了 给王建国气了 啪一下把手机就摔地下 大喊一声 老子不买了 旁边淡淡就阴阴地笑了起来 哥仔 本来真的可以不买了 但是手机碎碎了 王建国就很郁闷嘛 对吧 就把这个郁闷的心情 写了个微博 发泄一下 结果我们节目 还是有死忠粉的 有一位土豪粉丝 看见王建国这个微博之后 就帮他买了一台iPhone6s 直接就寄到我们组里来的 一些王建国先生收 哎呀 王建国敢弄坏了 收到这个东西 就小心翼翼地啊 拿一把磕刀 打开塑料膜 撕开 盒子慢慢地 哎 拿起来一看 是个银色的 当时心里就不高兴了 你说你 你说挺有钱 哥大哥送个6s 你送个银色的 这谁看得出来是6s啊 这怎么办呢 但是这种困扰 是难不倒聪明的王建国的 王建国拿着这个银色的6s i10s什么都备份好了之后 拿着他平时上门坐地铁 他为了让别人发现 他的手机是6s 他就会干这样一件事 到地铁里 发现人挺多 这手扶着 这手把手机就掏出来了 嘿 C-Ray 大声告诉大伙 你是iPhone几代呀 说到这个网购 秒杀等等等等 我能明白啊 我们为什么会在 10月10号的深夜 等着那个000 为什么 因为便宜嘛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图便宜的心理 我们为了网购 贪那点便宜 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你是为了 贪那一点点经济上的便宜 你去熬夜了 你不认真工作了 你就闹心了 你不开心了 等等等等 你的人生就打折了 你可能都买不到 那个打折的商品 但是你的人生 已经被打过折扣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想呼吁的是什么呢 不要再在双11那天 守在网上买那些 有用没用的东西了 你想想你买的那些东西 你真的用得到吗 我们真的需要 双11那样的打折吗 对不对 我们真的需要它吗 我们在不是双11的时候 我们在淘宝上 比如搜一个电动T恤刀 我们能搜到菲利普的 能搜到松下的 对不对 到双11那一天 你去搜 搜出来都是你没听说过的 孩子打那么大的折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商家的把戏 他们就是让我们这样 在双11这一天 营造一个购物的气氛 我们真正想呼吁的是什么 不是不打折的商品 而是商品最好能 平均地把这些折扣 打散在每一天 让我们不用去等着那一天 再去买吗 我们平时每天都能买到 便宜实惠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开心了 对不对 说这个话是为了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马云没给过我们钱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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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能量超过你想象 欢迎回来由红牛卫生素工的 能量独家国民赞助播出的 今晚把来会多个秀 我是王自贱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在正在收看电视的 各位电视观众 不要担心参与不了 节目的进程里面 拿出你们的手机 打开微信的摇一摇 摇电视功能 可以参与节目的 有奖直播话题讨论 一边吐槽我们节目 还一边有奖拿 如此有良心的节目 全中国也就只死一家 刚才我调查过了 既然每个人都在淘宝上面 买过东西 对吧 只要你买过 你就一定会在上面 做过评价 对吧 有多少人给出过差评的呢 哦 还是有一些人 对吧 战士 好 我们多数人买的多数商品 都是直接给好评的 对吧 还有一些特别有心的买家 他们会买回来之后 拍张照片 有买家秀 很多卖家还希望 买家有买家秀 对吧 但是我仔细想想啊 有些买家拍的那个买家秀 真的是灾难 是吧 我们特意从网上收集了一些 你记住啊 绝对不是你之前在网上 看到过的那些买家秀 我们特意收集了一些 全新的买家秀 我们彻底地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我们先看第一个商品 这是卖家秀 卖的是狗咬玩具 我们来看买家秀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王姓网友 在买家秀里写着 特别威风 哇 哇 哇 哎呀 真的是 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产品 这是卖家秀 是吧 很可爱 对不对 我们再看买家秀 还是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王姓网友 写着帽子实在太好看了 卡哇伊 卡哇伊 又卡又哇伊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产品 这个是金秋时节必备的食物了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看买家秀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王姓网友 是这样说的 我家小儿子已经八个月大了 要不要给他介绍个母螃蟹呀 居然当成宠物来养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下面一个商品 这是卖家秀 大家看到这个商品 想想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王姓网友 应该会怎么用呢 是不是很期待呢 我们来看看买家秀 居然就被当成了鼠标垫 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他的买家评价是这样的 非常好用的鼠标垫 除了有点够不太着以外 一切完美 五星好评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产品 我真的不明白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王姓网友 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看买家秀 它在好评里是这么写的 新买的夹子非常好用 用来夹牛肉 牛肉比以前更漂亮了 刚才这位神经病 买家的买家秀 我觉得已经给我们做了足够多的错误买家秀的示范 尤其是第一个商品 那个就是传说中的狗咬娇啊 是吧 人为什么要咬那个东西呢 你也在每天不停地长牙嘛 但是说到买宠物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在上面买点狗粮啊 买点狗尿布啊 买点狗玩具啊 也就可以了 居然有人在淘宝上面买狗 这事 想想真的是有点 有点诡异对吧 你在淘宝上买了个狗 直接送货上门 给你送到家 打开一看 然后你发现实物与图片不符 对吧 你七天之内就无责任退货了 对吧 还好那些狗狗们没有什么心眼 对吧 如果狗心事足够大的话 你说你给它屁回来 它心里多崩溃啊 心里多难受啊 为啥给我退了呀 我长得也并不丑啊 为什么就给我退了呀 然后寄回到店主手里 店主还拿着 你看看你又被人退回来了 那么完蛋玩意儿 你怎么能卖不出去呢 你又被人退回来了 狗很无辜地看着它心里想 我又被退回来了 来我 我不让你屁 你非得屁 而且你想过吗 网购经常假货都买得到的 你买狗其实也没什么保障 对吧 比如说你在网上买 定好了买哈士奇 送到家里来一看 不是纯种哈士奇 你就上网跟店家理论 对吧 店家怎么跟你说呢 亲 恭喜你又赶上我们的活动了 现在我们组织买哈士奇 送四分之一编目染色体活动 于是你就得到了这只串 对吧 当然不管它是纯的还是串的 你总要爱它 这还是有良心的卖家 没良心的卖家直接跟你说 先是这样的 哈士奇已经是上一代产品了 大多数用户反映 那一代产品的有点二 于是我们在新一代产品里面 用编目的染色体 升级了一下我们的产品 请给五星好品 这也说不过去 对吧 网上买宠物 我还真的见过这样一个人 那就是王建国 他买了一只小兔子 结果呢 在网上买宠物 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你买回的宠物 不是健康的 王建国这个兔子就是 买回来 才一个多月就死了 哎呦 心里特别特别难受 然后就跟我们几个 就哭诉 说王哥 我去买兔子死了 我兔子老好了 耳朵怎么拽都没事 又能摸 又能抱 还可以揉背 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捂脚 咋就给死了呢 我听到这里 我分析了一下 我觉得那只兔子 可能是自杀的 但是呢 你买回来的这个兔子 过了这两天就死了 你也不敢给店家差评 对吧 刚才我们问过 这么多人给过淘宝差评 那么我们再问一下 给过差评之后 有没有被卖家夺命追魂抠过 电话打通之后 那边就开始哭诉 对吧 通常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就真的信了 直到后来发现 他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 他们说 我一个单身女人 带一个孩子也不容易 每一个淘宝卖家 在给差评之后 都是这么说的 对吧 你心一软就给他改了 那当然 你们见过 有人给五星好评 被淘宝卖家打电话过来 让你撤评价的吗 这个人就是王建国 对吧 王建国之前在网上 网购了一把什么张小全 还是什么的 王麻子菜刀 拿回来想试试这个刀 锋利不锋利 别人都是揪根头发 一吹 对吧 王建国 哎呀 这个刀锋利不锋利 啪 血就飙到墙上了 你知道吗 整个这一只手 哇 这露着骨头 你知道吧 这手就下来了 立刻很开心地 拿出手机 就拍了一张 然后立刻去写评价 对吧 新买的菜刀 很快就到了 哎呀 这个刀非常锋利 快 手放上去就破 这只有个菜刀的样 这种刀在手里 干谁谁死 无条件支持 五星好评以后还会再来的 底下是一张血肉模糊的买家秀 当然网购的这个评价 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 你经常我们在网上买东西之前 都会去看那个评价 但是有些网购那个评价 明明就好评特别多 买回来的东西 我们发现东西并不怎么样 对吧 经常这样 后来有很多人说是 因为有人给别人刷好评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 比如说蛋蛋 蛋蛋就买什么商品 就给别人好评 对吧 那次买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我忘了 就特别难用 一个东西 剪这些刀是什么的 然后就这么一剪 直接就别了 你知道吧 又疼又难受 还弄不下来 直接就别了 完了还给人家五星好评 我说蛋蛋你有病啊 这东西那么难用 你为什么不差评它呢 蛋蛋当时就看着我说 怎么可能让我一个人上当呢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回来见我 麦里套的投稿 我是王子健 谢谢大家 谢谢 网购是一个什么年代 才能出现的产物呢 互联网年代 对吧 只有互联网普及了 我们才能网购 我们想想 如果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 比如说我国的古代 大家能网购吗 或者像之前那种 邮购商品 有可能吗 我觉得好像有点难 对吧 举个例子 在我国的古代 那是一个慷慨悲歌 侠义人士辈出的年代 有一个大侠 他准备跟住剑山庄的老庄主 定一把锋利无比的剑 这把剑叫什么 切金断玉 销魂入骨剑 就是销魂啊 就是能销到人灵魂的那种意思啊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肮脏的意思 对吧 切金断玉 销魂入骨剑 定这个剑 然后怎么办呢 网购 网购怎么 那会儿也得用快递 我估计 对吧 比如普通的驿站啊 标局啊 驿站驿站的 慢慢送呢 这就属于中通啊 远通啊 润达啊 就这种 八百里夹吉 就相当于顺丰空运 对不对 相当于顺丰空运 大侠有钱嘛 直接叫顺丰空运 不 八百里夹吉 给住剑山庄写信 定一把 切金断玉 销魂入骨剑 定过去 然后很快的 大概过了半个月 八百里夹吉就回来了 住剑山庄就回信了 亲 在的 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 然后你再给他写一遍 我要一把 销魂入骨 切金断玉剑 过去了 过两天 八百里夹吉又回来了 请问要什么颜色的 然后这边 又写上 八百里夹吉 发回去啊 发回去 要一个绿色剑柄的 好 那边八百里夹吉又送回来了 绿色的缺货 其他颜色 考虑不考虑 然后这边回过去了 没有绿色就要个蓝色 啪 八百里夹吉发回去了 那边八百里夹吉又回来了 上面写着 绿色的又小量到货了 请问还要不要绿色的 大家气坏了 那有什么颜色都行 随便给我来一把 八百里夹吉送回去了 过两天八百里夹吉终于回来了 好 请 如果确定的话 请按下手印 确定下单 好 按手印 八百里夹吉又给送回去了 这回想着没问题了吧 再来八百里的这个夹吉 总该是我的箭了吧 不出半个月 八百里快递又来了 到他这儿 还是一张纸 上面写着 其实由于您定的是武器 不能走八百里夹吉 只能走水运 那么今天我们在 体会着网购的方便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畅想一下 如果没有网购 我们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 如果没有网购的话 哎呀 那这个生活就糟透了 没有网购的话 我去上班的时候 就真得在那上班了 对吧 没有网购怎么办呢 拿我来说 如果没有网购的话 今晚八百里夹拖口秀 这个节目 以及我个人 肯定在北京电视台 我不会来上海 做这个节目的 因为没有网购嘛 我来江州户 也没有什么优越感 对不对 那比如说再拿王建国来说 哎呀 没有网购 对他来讲 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 对吧 但是对淡淡来讲 就不一样了 如果没有网购 就再也没有人叫他亲了 那如果没有网购 能不能带来一点 什么好事呢 还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网购 就刘强东能取走奶茶 错误的人生态度 往往也会让人生 大打折扣 是吧 一般人呢 在平时的人生中 如果不想让自己 成为一个打折的人 那我们就要注意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应该 注意一点自己的形象 但是有的时候 形象不是说 你自己想注意 你就能注意得了的 举个例子 脱发 你说脱发怎么办 我们节目组的夜导 那就真的是 这个中间一点没有 两边何其茂盛 你知道吗 就是感觉 走在路上 就是两根排比 你知道吧 就是这样往前走 后来就没办法 突顶嘛 觉得这样丑 就剃了个光头 这个光头就觉得 如果你是不脱发 你就喜欢光头 你剃个光头 反而你还觉得挺酷的 但如果你脱发了 剃个光头呢 也看得出来 两边有头发茬 上面是光的嘛 对吧 有亮有亮的嘛 对吧 所以他在国内的时候 反而还没什么 一旦出国 觉得老外看他那个眼神 他个子又矮嘛 就这样看他头顶 他心里很难受 每次有老外问他 从哪儿来的 哎呀 他就心里特别难受 一个是 说我说我从中国来的 哎呀 我这个样子 我给祖国丢人 但是涉及到祖国的问题 他又不想撒谎 对吧 他又不能说 哎呀 我是从日本来的 他说不出这个话嘛 最后 还是说夜导有文化 知道吧 夜导就找到了一句话 成功地解决了 又不想在祖国的问题上 撒谎 又不给祖国 丢人的这个问题 每次在国外啊 有老外 看他挺有趣的 就问他 Where are you from 夜导都会双手何时地说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 其实我们说演唱会的票 通常都是不打折的 对吧 但是有价格区间 演唱会的票 价格区间 那真的能差很多很多 对吧 比如说这个 买车你买乞丐版的 跟顶配的 其实没什么区别 对吧 演唱会真不是 演唱会你买2800的 就第一排 你买280的就在山上 就好远好远 你去买280的票 看演唱会 基本上你也是去现场 看大屏幕的 对吧 你根本就看不见陈一迅 对不对 说到陈一迅的演唱会 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 陈一迅正在嘉兴开演唱会 很多我们上海的朋友 都跑去看演唱会了 就不看我们的节目 但是没关系 我们服务那些 没有去看陈一迅演唱会 因为免费 而继续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你们都是真朋友 我们这里不仅免费 屏幕你看到人的大小 只跟你家电视有关系 但是在我们节目里 好多人说 想去看陈一迅演唱会 但是又割舍不了王自建 于是在这里呢 希望王自建能 有一点丰富的形式 你这个有点难为我了 我怎么办呢 我在这模仿陈一迅 我给你唱首浮夸 你觉得那样浮夸不浮夸 那怎么能行呢 对吧 虽然歌唱上 我个人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舞台秀 我还是有办法的 于是为了弥补 你没去看成 陈一迅演唱会的顺势 我们今天特地请来了 世界知名的 世界级的舞团 燃烧地板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世界级的舞台 世界级的舞台 Yeah Who knew That you'd be up in here looking like you do You're making staying over here impossible Baby, I'm gonna say your aura is incredible If you don't have to go Don'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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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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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陆家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便 李宗盛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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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欢乐热烈的气氛当中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此结束了 好了 这就是这一集红牛卫生子 功能饮料 独家公平赞助 我是今晚805多个秀 我是王子杰 今天有你们正好 约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 来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我做主持权让沈老师跟王老师 标一下戏怎么样 哇 三十一年那个关系里边没有两个男人的正常关系啊 没关系你可以演女人啊 现在是关系 看看啊 有能耐你就给我抽个风出来 哈哈 婆媳 婆媳 好